在新竹的马路边起楼一角 是当爷爷身穿鲜黄背心 为上门的客人细心按摩 啃腔有力的声音 说着四十多年来眼睛的不便 我这就是叫红柴园图穿木花园 我这就是叫红柴园图穿木花园 但是我闹没实际上 早年爷爷为了治疗 甚至跑遍全台也划光积蓄 却人不见逃转 现在按摩生意时常不好 收入大受影响 就连付房租也成一大困难 其实蛮不稳定 是很稳定的 甚至说有可能两三天都没有客人 或者是特别的节日 可能庙里有活动 比较多人出来 才会有大概一天有三到四集 那些盖宅客人 我没要求 我才有工作介绍 我没要求 你多多少给我 因为我是艱苦人出身的 大家才有很辛苦的 近期有网红在网路上分享爷爷的故事 受到广大的关注 纷纷留言想要捐款 但爷爷却表示 一辈子还人恩情还不完 直接拒绝 所以希望能有稳定的客人来找他按摩 让他用自己的双手赚钱 我是在网路上看到 有人分享 然后我就想说从南部上来出差 有经过这边 就特地过来想说帮忙一下 有人想要给他钱 就是阿伯说不要 不要说只是就是凭空然后给他钱 因为阿伯其实他觉得他自己有能力 他可以去赚这一笔钱 应该是阿伯一直以来要去编持 网路上调出找过爷爷按摩的网友 都说他手劲大 按过之后得到全身的身体 推荐大家去试试看 野狐狱公司行号可以找爷爷办按摩活动 这个世界破碎 但总有人疯疯不误不 民众的爱心也让市长爷爷感到巨大的温暖 民众新闻从中间赖文轩 网友刚刚请主报导 阿伯